好,那你看到 當你看到這一個東西的時候 Sigma等於負的1CoverY的時候 Cover就是R分之1嘛 對不對?R分,剛剛那個影片裡面的R分之Y嘛 那它的關係其實最終會得到SigmaX等於負的MYOVERY 那這個負號我跟你談,這個負號主要是指的是 我們的硬力有正的負的 通常習慣上壓硬力我們會視為負 那這個負產生主要是因為我們是取第一向線坐標 什麼意思呢?第一向線坐標Y上上為負 但是我得到的彎曲是負的 這句話聽起來蠻抽象的 我畫一個給你看 好,通常一根梁 通常一根梁 一根梁如果這樣的話 當我兩端有一個彎曲作用的時候 這我叫正彎曲,有沒有? 這我們叫正彎曲,笑梁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形呢?這樣的變形 對不對? 那這樣的變形同時 你就知道它中間會有一個中性軸 這我們叫NA 這個中性軸上沒有產生任何的硬變 可是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中性軸上方承受的是壓力還是拉力 我們以這個圖形來講 它應該是屬於壓力 很簡單的,你把書本 這樣彎它的時候 注意觀察一下這個書本 上半部的部分其實指章是受到壓的 下半部承受拉的 那你既然知道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坐標系統 又是屬於第一向線 什麼叫第一向線 就是所謂的這樣的坐標系統 好不好 這樣就 糟糕 來 坐標系統的話 糟糕 來 來 來 我找一張照片好了 不太聽話 來 我們看這一個好了 我們區率是這樣產生的 好 你有沒有看我們坐標系統是 這個是X就是Y 所以Y是往上為正 當我推導出來的時候 當我推導出來的時候 Sigma 等於MY OVERI的時候 你知道嗎 在這個中性軸上方的Y為正 彎距也為正 I當然是正 那這個 這個硬力 是正嗎 正彎距產生的是什麼 是拉 是拉硬力 那你知道我們在往上彎 剛剛已經畫這樣了 上半部的纖維 其實是承受 壓硬力 那壓硬力怎麼可能是正呢 所以我們帶一個負號 這個負號原因是這樣 當你說老師那如果下面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呢 這部分的Y的話 往上為正往下為負 這個Y的話就是負號 這個是負號 這彎距還是正 那外面帶一個負號負負得正 這個Sigma就是正 主要這個負號是為了要讓你判別是 拉壓壓硬力而已 這樣了解嗎 所以有了書本沒有寫 有書本只會告訴你 Sigma等於MYOVERI 但是你要自己去判斷它的正負 好不好 那這個習慣上你坐標系統定定了 第一向線系統 你帶一個負號 Y往上為正往下為負 那帶出來就是正負得告訴你 這只是一個方式 你了解就好 好不好 好 那你看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這樣去想就可以了 OK 這是Sigma等於MYOVERI 我普通的說明 好 好 那 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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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base 謝謝 谢谢大家